建制派在正改表决前后 用来互通消息的手机短信就曝光 圈来圈外现在个个在玩捉鬼游戏 这件事只有古字而已 不过我们又可以真的分析一下 究竟漏了料出来对谁最有好处 上识告诉大家 没有人猪那么蠢做的事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 曾玉成是第一个洗脱嫌疑 因为他是整个事物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公正形象大打折扣 但相反 谁最想曾玉成死的嫌疑最大 曾玉成敌人不多 民建联工联会都有零声的声音不喜欢他 因为觉得他公开言论太民主派了 但跟曾玉成牙齿印最深的始终都是梁振英 从2012跑马仔开始 他们的恩怨真是整匹布那么长 距离2017换届只有短短两年 在技术上考虑 中央就算不满意梁振英的表现 提早要他下台的机会比较低 但对梁振英来说 建制派文望最高的曾玉成 始终都是潜在对手 而且根据梁振英的往迹 如果他放料会放给哪一张报纸 他以往的选择 刚好得那么巧 跟今次相当闻合 有人说梁振英不在群组里面 他们似乎忘记了 这个世界有样东西叫做良粉 至于叶刘淑淑 曾玉成确实是他潜在对手 下六事件之前 叶刘在心很红 特首立法会主席 都是他的目标 但虾辑事件令到他一夜梦睡 所以难怪会悲从中来 哭到啼啼声 所以他吓阿曾玉成噪 不是不可能 但叶太是政务官出身 向来就重视纪律 明刀明枪 以往从来没有试过这样放料 凡事不是不会有第一次 不过这些真的不像是他的作风 自由党填不尽第一时间走出来 谴责放料的人连猪都不如 这么高调 有些欲盖离章 但放料对自由党来说 又确实真的没什么好处 只是引证到建制派在表决之前 确实指令是很混乱 不过这件事就算不放料 其实全社会都已经有共识 谴责根本就无需以身犯险去放料 反而现在谴责这么高调出来 谴责放料的人 似乎他意识到有人想借刀杀人 就将放料这只锅 射到自由党这个建制派坏孩子身上 所以他要先发制人洗脱业 对